OK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姆西 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给大家玩我们的吸血鬼海岸第二季 这个洛杉安的话能把它打了吧 这个如此强横的军队啊 对吧 一只满边加上外面就是不对啊 两只满边很少能看到这么强横的军队 不打一下真的对不起刺激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虽然我建了这个海盗黑关 但是我可以只洗劫一下对吧 洗劫一下两万块钱呢是不是 来 直接过来啊 直接杀过来啊 不跟你开玩笑的啊 我这个城市在地图上面 不是 我这个将军在地图上面 几乎一个城市差不多高了 站在海岸的对面啊 一炮过来 这个塔罗炸了 一炮过来塔罗又炸了 哎呦 黑森林有点危险了呀 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危险了 祝你好运 我们刚刚旁边的那艘海盗船之上面的敌人 居然是矮人 居然是矮人 而且是如此强横的矮人 顶级步兵碎铁勇士 巨人屠夫 铁锤勇士加普通屠夫加三队长须 铁龙炮手加雷鸣枪手加风琴炮 而我这边的话呢刚刚经历一场大仗啊 我那个巨无形势们死凉凉了啊 不过的话就算有巨无形势在 我也不一定打得过这些东西啊 换成了这个破甲的这个手枪的话呢 还有这个形势段 可能会向我稍微好一点 对不对 对方将军的话还是25级的 呦 这招有点难打了呦 这个位置不知道炸不炸的到啊 这个火炮是炸的到的啊 我们那个直筒的炮不一定炸的到 左边你们炸一下这边的巨人屠夫啊 然后呢你们这边炸这边的巨人屠夫 然后还有一队的话呢 炸这边的铁龙炮手 这边的话就是我想用那个胖子炸的东西啊 那这样吧 你们两个炸也炸巨人屠夫 目前露出来的东西不多啊 这边又来了一队屠夫 对你们先炸这个 等他进入生存之后炸这个 对先炸的 等他这边部队就要聚在一起过来 然后呢我们拿胖子一口气把他全炸了 好这边的屠夫进入射程炸这个 全部炸屠夫啊 因为我们前面的话是靠巨兽来扛的 然后这边看到没有已经有一个炮被打爆了 已经有炮被打爆了 哎又爆一个 哎爆了没有 没爆差一点啊 炸的再准一点的话呢可能就直接爆了 好的 这支部队我觉得可以拿一个胖子直接过来把炸 我觉得没问题啊 他会丢书 他会丢那个什么丢书包啊 但是 说不定我胖子就混过来了 这个不好说 对不对 试一下啊试一下啊 胖子 他丢书包了 他应该往这个地方丢 对 让你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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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开跑 就一个字 爽 相比于我们之前那个胖子这发胖子是真的爽啊 阳眉土气炸的阳眉土气我跟你说一个胖子直接一对巨人屠夫和一对碎天勇士全眉我的天后面两个胖子如果还占这种效果我很稳赢你知道吧 来后面两个胖子来 他的部队我看一下啊 来这边的三发火枪把这个秒了三个火枪把这个秒了 别上啊别上 你上去 近战性如这个 这边两队我也希望用一对胖子把他炸了 大家看好这个地方 两队铁龙炮手在一起你知道吧 两队铁龙炮手在一起 火枪们先把这边的巨人炮 不得 巨人屠夫给我秒了 全部杀掉 不要留任何一个冰 妄图来摸我一下 过来稍微帮一下 胖子过来 胖子可能炸不到了 这个胖子可能炸不到了 炸不到这个炸后炸这个铁炼勇士也行 半队半队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还要啥自行车啊 还有胖子在这呢啊 还有不见了吓我一跳 然后这边铁龙炮手 只要这一发能炸到铁龙炮手 我的天我跟你说刺激好吧 我感觉我感觉我感觉 我感觉 别急 complaining 叫不是 车磕一般的胖子 我跟你说 车磕一般的胖子 我就说这个胖子怎么样 我的天真的是炸了所有应该炸的东西 天哪 可能第二发稍微差了点 反正前面都是完美一般的轰炸 有点嚣张了 然后这边火箱手输出这个将军 这边漏过来的一些残余的话呢 过来稍微挡一下 哇 铁龙炮怎么疯了呀 被我炸疯了呀 上来近战薄杀了呀 被我炸疯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稍微观察一下别的地方 一直在看这个胖子 火炮们 盯着这边炸 盯着这边炸 这个螃蟹稍微顶一会儿 如果实在顶不住后面的部队再上来 后面这部队的话跟 跟那个什么矮人打得太慢了 这边过来一个将军 我们将军过去跟他捶 给他放这个 这边给他放这个 给这边放一个不会溃败 好 就跟你高 哎呦 这边是个军人屠夫 这边是个军人屠夫不行 射到吗 必须要把这队屠夫射掉 不然的话我这个可能会死 这个军人屠夫不行 这个军人屠夫不行 这边雷铭枪手 让我们的怪物顶上来 好 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但是我知道对方的部队都已经被我锯起来了 虽然我的螃蟹现在在 快变成红烧的了 但是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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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所有的炮全部往这儿轰 全部往这儿轰 留一门往这儿轰 这边两个还是不要过来 我们就要把他的部队全部聚在一起 这个螃蟹快死了 往后撤一下 别的部队都可以死 螃蟹不能死 然后我们将军的话呢 跟他的将军对刚还是打得比较稳的 这个不能死 除了这个不能死 其他都能死 你们几个把这个雷铭枪手打一下 然后你们 然后你这个往下冲 往下冲 全部往下冲 这是一场屠杀 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屠杀 你能说矮人这支部队不强吗 那是真的强 但是 你再强 说实话 你想杀一次跑的也是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你看我们这边呢 用这种东西打他的火枪 他也没有正面的和敌人的步兵进行搏杀 这种时候矮人的 除了火枪之外不反大 当然还有屠夫 但屠夫的话呢 有的被我炸掉 有的被我输出掉了 就是被我火枪输出掉了 那么剩下那些东西的话呢 真的 反大性能力太差了 小小碎体 在这就不管了 我看他还有什么东西活着了 这边有一对雷铭枪手 除此之外呢 没东西他怎么还没有赢啊 这儿有一个 有一个屠夫 没了 太爽了 不对啊 这不是赢了吗 怎么还是没有结束 哪里还藏了对屠夫吗 哎哟 哎哟 场面 太过血腥 我甚至说不出话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下这一招啊 我们这里的话呢 以1280 不对 我们这边以734人打对方1281人啊 我们损失69人 其中呢 有三个胖子 这个胖子真的是 有史以来最胖的三个胖子 这个 大概是炸了一对 这个 设定勇士 一对巨人屠夫吧 这个这个好像是炸了一对 铁锤吧 然后这个这个是炸了 基本上把这个铁龙炮手啊 两个全部炸白了 炸了大半队 是不是 差不多这样子啊 然后的话 我们其他人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火枪手在后面疯狂虚区 对不对 因为有胖子嘛 炸完之后了对方全残了 然后呢 疯狂虚区 然后呢 等到后面的话 我们又巨兽在前面顶着 然后他后面还在疯狂虚区 然后呢 这些东西也是啊 在巨兽出上去之后呢 火炮轰炸一段时间之后 再让他们出上去 去虚区对方的火枪手会怎么样的 不要去跟他们这个什么 啊 屠夫呀 这个 这个还好打你那个长虚啊 如果去碰到屠夫 铁锤的话呢 这就被吊起来咋 他们最后再上去的话 就没怎么死人 火炮的话呢 38 30 58 65 51 据说的话呢 38 52 73 34 嗯 还算不错 因为矮人的数量本来就不多嘛 第56回合啊 有个小壁尺啊 还过来袭击的微波 重大失败 开玩笑啊 我是这个被神 被海盗之神这个 诶 又接受了个精英部队啊 是那个 五叶之巨啊 三号精英 这个还算有点用啊 我们是被神 所这个庇护的这个海盗啊 开玩笑嘛 然后我们这边就直接强攻洛斯人首都啊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这个部队在城市里面一定要是点这个长虚军啊 你不大傻子吗 你什么事啊 直接轮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支部队 又是一场惊天之战 我跟你说啊 一得不你们开玩笑啊 首先是一个半传奇将领带领的一只满边啊 里面呢 有五只白狮 然后呢 两只毛兵 一个阿瓦龙 反大的呢 这边有八队 八队啊 三队洛森 不对 八队洛森 有三个持盾的啊 有五个不持盾的 然后有一队阿瓦龙 然后城王军里面的话呢 还有 四队剑圣啊 当然了 剑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是很乐意去看到的啊 因为 我没有步兵 全部都是螃蟹啊 就是对方这些反大型的弓箭手呢 呃 我说他近战反大型啊 他们对我的巨肉呢 威胁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可以被我们炮轰 但是他的数量又太多了 所以说的话也不好说啊 对方一共有 八队加五队啊 十三队的这个弓箭手 然后呢 我们这边火炮呢 是只有五队啊 只有五 但是呢 我们这玩意可以给他加弹药 这座城市 大家如果看过我这些视频的话呢 应该是记忆犹新啊 啊 洛斯恩的首辅 洛斯恩城啊 据说 就我们现在看的这块地方还不是洛斯恩城的本体 啊 就只是一个类似于前哨战一般的存在 也很正常吧 你看这个海 海岸有多长 啊 应该叫 应该叫低岸啊 低岸有多长 城市才那么点很明显不科学 对不对 但就是这么一个前哨一般的地区啊 就如此的奢华 是不是 都铺的红地毯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进攻高精灵的原因啊 世界的财富感觉一大半都被高精灵拿走了啊 我把海盗看着非常的炎热 所以就过来打劫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 因为这个城市的话呢 看起来很好看啊 但是城市的话呢 是这种样子的啊 所以说他的塔楼的话就只有四座啊 反而是更加的好打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因为都是这种抛物先跑啊 我们只能用这个死灵巨像来轮这个塔楼了啊 我们大概把这个轮掉 这个 这个也轮掉吧 轮掉这两个 然后呢 我们开始慢慢往里面轰啊 其实不会那么难的啊 你别看这两只满边 又如何呢 啊 两只满边又如何呢 啊 他又不会出来 对不对 这是个 非常现实的事情 他又不会出来 他不正因为不能布置在城外 他如果可以布置在城外 我跟你说这个手机就 就是工程的话就很难打了 你知道吧 因为他塔楼的话可以背靠塔楼来打嘛 他们就傻乎乎的啊 如果他们真的要出城 他们会在城门口挤作一团 我们轰炸会炸的特别开心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来 我们这边四只大螃蟹150点甲直接冲上去怼这个门 你们两个包括这些炮火的话轰炸到这些塔楼 然后这些小螃蟹们的话 暂时先狗到这个位置来吧 等我们把这炸掉吧 然后呢 等上面的人如果在上面射击我们的话呢 我们拿炮轰炸他 然后将近在旁边回醒就可以了 来 你们五个轮这个门啊 对方的部队大家看一下有多少 这是两只满边镇守的洛森城 别的先不管 所有炮火啊 我是说所有炮火 直接轰炸这座塔楼 尽可能短时间之内把它炸掉 然后对方的话好像远程兵都没有放在城墙上面啊 是不是 他放了点剑圣在上面 我又不会爬墙 对不对 来 螃蟹们加在这儿来啊 让他射 就是让他射啊 这边看起来 全部增加命中率 这个塔楼为什么炸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城市啊 是顶级城墙 所以说的话呢 这塔楼不炸 杀上力太大了 你们应该看到了 其实我是让他炸这个玩意儿的 但是那发女王炮的话呢 就炸到城墙上面来了 这样子吧 这样子吧 女王炮一发炸上去了 我不知道那发女王炮炸多少滴血啊 或者知道女王炮拿来炸这个玩意儿的话实在是有点吃亏 你们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直接往里面炸了 比方说往这个位置炸 可能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对不对 来 又一发 哇 直接爆掉啊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然后呢 你们再过来把这个炸了 除了女王炮之外 把这玩意儿炸掉 哎 没了塔楼 你拿什么打我 对不对 继续看看这发女王炮 绝望吗 孩子们 绝望吗 绝望吗 一发炸了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六十多吧 差不多六十多 我炸炸 炸更爽 你们说他这个部队是不是留着给我炸的 你看这个部队 天呐 技能我看一下 技能的话我们加一下这个弹药 又是一轮 一发女王 好 绝望吗 孩子们 绝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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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我绝望吗 这一发没有刚刚那发伤害高 因为他站的比较散 然后呢都交叉到一起了 然后我们正面 航蟹进来了 全部往里面冲 塔楼已经爆了 是吧 塔楼爆掉 然后呢我们让这边的三只巨兽进来 到这边来啊 准备过来肉搏 然后火炮们 你先把这炸掉 然后呢剩下那些火炮 往这边炸 往这边炸 然后呢这边稍微配合点放进技能 又是一发女王炮 这边再来一发 开技能 然后我们中等螃蟹们也过来啊 因为螃蟹我们只能走嘛 螃蟹大军 当然你别看我现在打得挺开心的啊 其实我们这个螃蟹的血让大家看一下 掉的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将近的必须得赶紧过来 往里面放上一发回血 好 放回血的话将近会原地不动 所以说你记得要把他拉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的技能可以放一下 我看一下啊 寻找一下敌人更加密集的地方 大概就这个位置吧 反正这个玩意的是CD紧急 无所谓啊 四对螃蟹 如神降临 外面大批凉的螃蟹正在往里面钻 大家看到没有 大批凉的螃蟹啊 然后呢整个城市各个角落都有弓箭飞出来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火炮 重点的照顾一下 让你们炸我是吧 让你们轰我是吧 不能饶你们的呀 技能开一下 补一下女王炮的弹药 然后女王炮继续往 往这炸吧 这里三只不得在一起 好 四对螃蟹已经各自打开了自己的这个道路 看到没有 你别看攻击射我射的很开心 剑圣砍我砍的很开心 真正打出了多少杀伤 真正打出多少杀伤 我在想问问你们 70%全方的将军 直接往里面冲啊 外面大批凉的部队直接往里面走 好 无敌就是这么简单 你还搞我是吧 这个必须要得了 阿瓦龙姐妹必须要得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必须要得了 好 然后呢在她我的炮火过来之前 我先炸你一发 然后这边炸你一发 这边炸不到 没关系 看一下 这女王炮炸的是不是有点偏 是不是有点偏 我突然觉得这一张真的像有点看电影的感觉 你看 对吧 真的是 这个城市里面钻进来了好多奇奇怪怪的大螃蟹你知道吧 然后我们回血继续放一下 但是分开了之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回血的话不能放到所有人了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场面上看的话肯定是分开来更好玩 这个螃蟹回来一下 这螃蟹可能会死在那儿 稍微注意一下 小螃蟹们往里面走 部队们全部都分开 火炮继续轰炸 我看一下啊 来 将军往里面冲 我们让将军来抵御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要让这个 让我们这只再承受伤害了 这只要没了 这边两只刀还好 这边是敌人的剑圣看到没有 剑中之圣 冰中霸王 副冰中的霸王 但是遇到螃蟹 扼王叹息了解一下 扼王叹息 好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部队非常的密集 我们这个技能应该恢复过来了吧 还差20多秒 先打到这个 然后火炮 火炮的话呢 往这里面炸 往这里面炸 然后你们几个往这边炸 然后我那个事物关稍微往前走一点 方法技能 补一下女王炮的炮弹 然后女王炮也往这边炸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就飞进来稍微玩玩 飞进来玩玩 然后注意一下我们有没有人要死的 我们的目标是完全不死人 这边没血了 五一下 赶紧往后退 赶紧往后退 螃蟹们往里面冲 大部分的螃蟹们还是被挤在了门口 这个不是个好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螃蟹往里面走 英雄往里面冲 螃蟹往里面走 走 走 不管 我觉得我们这个螃蟹应该给一个屁股跟肉的这么一个特性 就跟钢背兽一样 知道吧 我屁股后面都是这种东西 你凭什么还能打到我血呢 或者说你给我这个屁股上额外的一个类似于护盾 或者说什么一个额外的部线的血量 这个东西可以被打掉 打掉的话输出降低 然后势力降低 但是不会掉血 是不是很科学 中间这一块的话部队实在是有点多了 为了保护着我把航蟹只能往里面冲心就放几能了 两边一起放 放不过去啊 放不过去算了 放不过去我们换个地方放 往这放 这边这只螃蟹冲过来了 准备过来把这只阿瓦龙干掉 这边的阿瓦龙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把阿瓦龙处理掉 阿瓦龙的激火输出的话太大太大了 然后我们这边螃蟹的话已经成功的溜到后面去了 等一下 哎呦 我这边可能有螃蟹要阵亡了 这场 还是有点拖大了 还是有点拖大了 我想就算里面分兵的话 应该不会死人 但这次的话呢 被人家树冠摁在中间打了半天 这螃蟹可能要量 这个跳帮队好 果然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螃蟹往里面走 毕竟陈内是两只满边 还是难打了一点 螃蟹往后撤 螃蟹往外面撤 点不着吗 这只螃蟹过来 全部到中间来吧 全部到中间来 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将军的这个技能又好了 这个技能又好了 往后面放一个 这个地方居然不是地面 这个地方居然不是地面 是一个斜坡 这可真是坑爹了 那我这放一个 我这放一个 好 螃蟹还没死 我的螃蟹还没死 哇 残血逃生 我的天 真残血逃生 这螃蟹还有一丝气 还有700多点血 我看看我们的回血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14秒钟 螃蟹现在在这站着吧 待会回血还是一条好汉 然后正前方的部队已经不多了 然后我们的火炮们 来两队把这边炸掉 这边两个人在这输出的特别开心 现在整个城市非常的混乱 对吧 还有大量的攻击手在里面进行射击 但是他们的剑已经要没了 你知道吧 他们要没剑了 你气不气 回血又好了 往中间放一个 重新变成一只好螃蟹 请退下你身上的红色 好吧 好 他两边东西已经不多了 我们不得往里面冲 赶紧往里面走 这只我可以先不管 里面还有一些弩车什么的 弩车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直接往里面冲 同志们全部往里面冲 这只螃蟹又有点危险了 往后拉 来螃蟹往里面冲 螃蟹的话面前还有一些事物观点 士气的话已经崩溃了 现在敌人的士气的话已经在崩溃了 看到没有 大批量的白旗 也好 Nice 全坚敌军 好的 那么打完这一场之后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 这一战 无损失 在我眼里看来就是无损失 我们以328人对战高精灵精锐 这足够算得上精锐了 什么一大堆的洛森 对吧 什么剑圣 当然了剑圣 打我们这个大型比较吃亏嘛 还有些什么白师之类的 还有那么多的洛森 十几堆的洛森 还有一个半传奇将军 算得上精锐 2929人 我们只损失了15人 这15个人是哪死的呀 螃蟹这种都不会死的呀 就大螃蟹 上面这些小螃蟹应该死了一些 对吧 跳帮队 我为什么要留这个跳帮队在呢 我为什么要留跳帮队在 要不留的话 我可能会不会零损失 或者一个两个损失 对吧 就是跳帮队 对 我看到无聊把他拉过来 然后就掉了半条血 坑爹啊 看一下我牛炮 541的沙底树 我去 后面还哑火了一段时间 我跟你们说 如果没有哑火 六七百人应该不是问题 对吧 将军385人 136 88 111 148 108 128 188 137 151 130 真的很爽 哪怕小螃蟹啊 101 80 63 85 72 47 都是好样的 都是我海盗的最为英勇的战士 我们只选择洗劫啊 毕竟有黑弯在里面啊 多么可惜啊 多么好的一个城市啊 只能看着啊 不想站啊 敌方战死 他好像还没有点出来那个免死 刚刚在直播间里投了个票啊 这个有四个选项 精灵 人类 矮人和兽人 我选的人类 结果是精灵第一 人类第二 矮人第三 兽人第四 啊 兽人果然是不受待见 可能是 觉得这个战锤里面的兽人长得比较丑 完了之后也比较弱吧 其实魔兽里的兽人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精灵第一 其实我还是觉得很科学的一件事情啊 毕竟长得好看嘛 对不对 哦 又有观众说是人类底音 刚刚那个投票结果我没有看到啊 反正要么人类第一 要么就精灵第一 啊 两个可能差的不会太远 又发起了一个投票啊 这次是薛鬼 蜥蜴人混沌和古墓王 对于我来说啊 我之前的话可能会选择蜥蜴人或者混沌 或者古墓王 因为我玩这三个东西我都很爽你知道吧 就蜥蜴人是动物园 混沌是神选大队 古墓王是那个各种那个巨兽嘛对吧 然后蜥蜴鬼的话 可能原来对我的体验的话呢比较差一点 但是现在蜥蜴鬼海岸绝对是最爽的 那么抢完这波钱的话呢 我们已经达到了四万九千多块钱 这荆棘我的天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太爽了 而打完之后我们几乎满血啊 只有巨兽们的血量不能回啊 那再打一个好了 连打两座城就是那么犀利 我先保存一下 千万不要乐极神悲 我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看又出现了一次吧 什么叫经验 这特别就是流血流泪的经验啊 我跟你们说啊 大家来看一下这座城市啊 虽然这个自动呢是坑跌了一点 但是这座城市的确有点意思啊 我是说这个造的挺有意思啊 我不是说这个城市什么异守难攻啊这种 只是建筑比较美观 是不是 高净的城市 极尽奢华之能事 对我们海盗来说 看着这样把它拆了 你知道吧 如果你是人类的话 你可能看了之后想住进来 你是混沌啊 像什么血鬼海盗啊 血鬼这种的 看着这样把它毁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道这个护侦河 看到没有 然后呢 除了这座城市之外 你看边上 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个炮楼一般的地方啊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外面有人来攻城 对吧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这个军营嘛 不得驻扎在里面 然后呢 如果有人在这边攻城 那么这边的部队 就可以冲出去打他屁股 对不对 然后呢或者说在里面架好炮兵 就要做一个炮兵阵地 对不对 然后呢保护啊这个主城 互为击脚之势嘛 对不对 一个高精灵的毛兵穿着 还拿了把剑剩的剑 你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你是个毛兵 我们这张的话呢 既然不能自动啊 我们就直接聚在一起 把血回一下 然后里面的敌人的话呢 我们就拿小螃蟹解决吧 好吧 就不要太欺负他们了 就炮兵配合小螃蟹 把他们解决到底可以了 好 小螃蟹往里面冲 直接往里面冲 直接往里面冲 我也不给你们锁啊 会怎么样 家里面 我差点把这个放了 全部回血 有一些回不到的 稍微过来一点 过来一点 过来一点啊 这把打完 我们全部都满血 你行不行 看好啊 打完全不满血 是无关开机能 他就出来了啊 大傻子啊 他可能也知道在里面的话呢 就比较惨啊 那么就出来了 很聪明啊 很聪明 来火炮们稍微分布轰炸一下 火炮就这点不好 你必须得帮他找这个目标轰 来 我们只需要用三分之一的实力 反正我杀完没问题 当然了也是时刻不能忘记 我们这次的主要目标 是来回血的 我们先看一会儿吧 我们这个派系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呢 跟那个兽人有点相似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呢 你其实不是在拉兵啊 你拉的就是放 哎 哎 干嘛呢 有两只螃蟹在搞事 哎你这样子的话呢 岂不是都回不到了吗 有些人 哎你们干嘛 担心自己孩子会出事啊 出不了事 都给我回来 都给我回来啊 都血都不掉的 你们看这些人 都给我回来 哎呀 给你们加血来的 搞什么飞机 他们应该往后退了 你们慢慢打吧 回血啊 回血 三倍醋 全部回来 我牛逼都吹出去了 这把要是不能把你们的血回满 我不是齐不是还没面子啊 我们只要保证敌人不死就行了 你只要保证敌人不死 那么敌人就不会败退 敌人只要不会败退 你就可以不停的回血 你看这个血量 再来一发 哎 不要那么不合群嘛 小伙子 对不对 回来啊 再来两发 还要两发差不多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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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慌 他们就算败退 他们也有一段时间了 再放两个应该没问题 看着他们啊 慢慢回血的模样 我真的很舒服 都是我的小子民啊 看着他们满血我也很舒服 再来一发 回到满血好像还差一点点 好像还差一点点啊 还要再来一发 但是已经接近于满血了 强不强 这个是 那个什么掉出来的啊 哎 不对啊 你们又没有半血 为什么会掉出来啊 一开始半血了 他们一开始半血的时候 掉出来的东西啊 那不是我死人的 好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全部满血了 你们还能挺10秒钟吗 蓝不够了 给你单回一下 嘿嘿嘿 好 全部满血啊 刚刚投票呢 也出来了啊 是蜥蜴 是蜥蜴鬼 蜥蜴人混沌和古木王 四个派系啊 然后大家选择更喜欢哪一个 现在混沌的话呢 47%领先 然后蜥蜴鬼的话呢 是30% 蜥蜴人14% 古木王10% 蜥蜴人和古木王的话呢 就比较可怜了 哎没人疼没人爱啊 但是古木王 古木王喜欢的人最少我完全可以理解 啊 因为前期的话呢 对新手还是不太友好的对不对 而且长得也比较丑 是吧 但是混沌和蜥蜴人 我觉得是第一名第二名 你知道吗 然后蜥蜴第三呢 啊 不过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玩的蜥蜴鬼海岸 给蜥蜴鬼加了很多的分 所有的巨兽全部满醒 然后呢 再拿一个洗劫 全部满醒 这个城我把它占了吧 这城把它占了 我也不差点八千八千 我说了嘛 其他城的话呢 我们可以不占 但是高精灵岛上这个城 我尽可能把它全部占掉啊 除了洛森 打下之后的话呢 哎 这个城高被我打下来之后的话呢 被我们洗劫了一番 现在只赚1300了 你看到没有 反正还赚2000多啊 现在只赚1000多了 也就是说我的黑湾收入 其实也掉了将近一半 我不管 那至少2万块钱呢 2万块钱我靠黑湾 我要回20多回合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刚刚我们的龙少的话呢 是以一个比较弱势的军队 强势击败了这个矮人 帅领的一只满边啊 那么残边的现在在旁边 我们把它撤去给它灭掉 看看有没有坑 刚刚矮人损失了很多 但是矮人的人数不多 所以说坑的还是不够大啊 再来看看胖子 我在干什么 我要自动一点 为什么我要出胖子呀 我钱多啊我钱多 我放鞭炮玩 可不可以 放鞭炮 是不投的啊 那个游戏体验简直 对吧我就不提了啊 该如果看直播应该知道 巴托尼亚诺斯卡 这两个都还不错 地金我也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巴托尼亚的话 我只双人玩过一段时间 玩的不太太多啊 但是还是挺爽的 诺斯卡也挺爽的 巴托尼亚吧 还是巴托尼亚吧 今天我就要看到你的这个风情炮 被我彻底打爆 它之间不是有四门吗 然后呢被我轮掉了两门啊 爆 运气很好嘛 下一轮我就看你死不死 这个火炮的话就让它随机炸了啊 这个等一下不要随机炸 这个这个这个雷鸣还是要把他炸掉的 包括这个碎皮 还有一个这个 这边这两个还是好好的呀 运气那么好的嘛 他应该开始轰了对 要开始轰了 哇 这三轮一个都没爆吗 有点夸张啊 我看看有没有部队过来了啊 来就算他的部队啊 没有那个什么啊 没有在这边挤在这边 他可能部队太少了 没有挤起来好像 没关系我们这样可以 让他上去第一波炸 有敌人部队实在太少了 胖子等我留在身上的话呢 反正胖子也不值钱啊 炸一波就炸了 来上 尽量站在巨人后面 来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这波火枪手能不能干掉我这个胖子 五言加油五言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 就像今天你的 就像今天你的前辈一样 好啊 因为这波的敌人实在是太少了点啊 炸这点东西呢也够了 这边我们被打出了这个船啊 这个无所谓 两个胖子 哎 哎 艾人好惨 有的时候你真的只想敢看一句啊 艾人是真的惨 是真的惨 就连将军也是那么的惨 这螃蟹和螃蟹只能尽量卡住啊 就是太宽了你知道吧 我们见过那么多巨兽啊 对于螃蟹来说 或者说 应该是对于矮人来说啊 我觉得螃蟹应该是最大的噩梦 你知道吧 因为他是最宽的你知道吧 他只要我一直不能一扑啊 所有的都不能全倒 你知道吧 要是真真真正正的来的话 应该是一杂全死 你知道吧 那种画面 就应该一杂全死啊 这边波的都没上来 被我们可能全部全部兔兔掉了 然后后面那哥们那泡没了吧 没了没了 就一对超重甲的矮人 我一个螃蟹 就要跳在你脸上 然后大熬往下一砸 全是肉酱 全是肉酱 哎哎哎哎哎 喂 刚刚的推表结果啊 鼠人巴托尼亚地金和诺斯卡的话呢 是巴托尼亚 被投了56%啊 然后第二名是多斯卡 24% 鼠人13% 地金只有4% 哈哈哈哈 太惨了 这是碾压一般啊 果然大家还是更加喜欢这个 拥有高尚品格的骑士 对不对 这也是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说目前来说 胜出的啊 每个赛区里面四个队伍 然后的话胜出的是谁啊 那么第一个赛区啊 因为人类刷了点票 我们算经营 然后呢 第二个赛区是混队赢的 第三个赛区是巴托尼亚赢的啊 那么这三个派系 应该算是混沌比较受欢迎 当然人类也很受欢迎 那我们就可以算四个嘛 对吧 人类 精灵 人类 精灵 巴托尼亚混沌 四大种族是战锤目前 最受欢迎的四个种族 有没有意义 然后我们的黑森林啊 大家看一下黑森林的周围 再看看黑森林的名字 你们说现在黑森林心里在想什么 黑森林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宣了五六十个势力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你到了一个山谷之上 然后呢 周围所有势力 所有势武官 全部都来干你 我们黑森林会说什么 虽千万人不可足我 对不对 有本事你们就砍死了 我只只身啊进入这个 木槿林的这个腹底啊 因为我有个宝藏啊 在里面已经好长时间了啊 之前过来的一个室官呢 被木槿林给宰了 我就不相信还能被宰了 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 我只是隐隐 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 撞满了风雨 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对你说一句 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